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10月15日 星期六 來到下午這一節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說說香港的治安情況 話說昨晚發生了一宗非常離譜的街頭打劫案 有多離譜地點在警署對面 情況如何 一起說說這個難途截劫 說說有人不見了金鏈 雖然說說近期港股一片仇雲慘霧 據了解 投行侮辱食兼裁員 究竟金融市道如何 和各位一起了解 說下去之前 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最新報道 尖沙咀警署對面 兩大膽賊難途截劫搶金鏈 三位蒲巴男女受傷宋怨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尖沙咀發生搶劫案 10月15號凌晨2點多 據報一男兩女 在尖沙咀警署對面 尼敦道184號一個大廈走巴消遣 當三人走後離開至街頭之際 遇上兩名男子難途截劫 其中男事主被搶走一條金鏈鏈 拆人得手過後 立即逃去無蹤 三名事主都感到不舒服 同由救護車送院治理 其中一名女子送院的時間 手掩胸口 壯甚痛苦 警方將案件列作行劫處理 現證追緝刷刑歸案 太歲頭上動肚 即是事發地點在警署對面 亦是一個街頭難途截劫案 搶走了今年 相關人士受傷宋怨 兼且應該都弄傷 事主相當痛苦 現在仍然在追緝刷人當中 近期香港治安情況非常非常之差 各位老友記者要多加小心留意謹慎 尤其是出野街的時間 多加保護好自己 另邊商轉看一下零一則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港股回到1997 投行侮辱食兼裁員 葉佳生保住份工算是如此 報導的內文是 今年港股一片仇雲慘霧 新股上市 配股雜資和日均成交 金融都大跌 市場大縮水 相關交易的佣金收入自然下跌 意味投行過水濕腳的能力大減 中資外資投行紛紛傳出裁員消息 有業內人士直言 保住份工算是如此 有本地基金經理擔心 若果裁員情況持續 被解僱的人才會離開香港發展 市況好轉過後也未必回流 認為政府有需要研究 如何留住這批金融界的優質大漲 本港金融業今年沒有肉食 投行女傳裁員 單看港股表現已知端危 先講一級市場 港股融資能力大減 今年頭三季只錄得47宗IPO 集資額約547億元 按年大幅下跌84% 在俄州區佔幼率只有7% 至於二級市場 過去12個月恆指跌近三成半 近日點數跌回25年前 香港回歸時的數值 相反同期的道指只是下跌了一成半 港股跑輸之餘市值亦急措 去年底港股市值超過42萬億元 截至10月13日已經跌至29萬億元 以9月份計算 去年日均成交超過1526億元 跌至今年9月929億元 按年大跌三成九 與此同時 據港交所數據 上市公司配股金額 由去年全年3540億元 跌至今年頭九個月約550億元 若果到年底數字未有大幅增加 金額按年減8成4 其中單以恆大汽車 去年1月和11月 先後三次配股集資近300億元計 金額已經佔了今年頭九個月 超過五成 而上市公司發債情況亦一樣 去年全年上市債券的總務資額 達到1.55萬億元 今年頭九個月亦大縮水 剩下6,722億元 情況令人憂慮 金額縮水 相關交易的佣金收入自然下跌 意味投行過水濕腳能力大減 沒有肉食之下只好縮減人手 其中高盛在上個月傳出全球裁員約500人 據報單是大中華區 至少已經有15個人離職 包括資深銀行家 儲潮楊 他在2017年出任高盛投資銀行部董事總經理 2019年開始 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 是證券交易負責人員RO之一 部分中資投行在年中亦開始裁員 最少兩家計劃在香港裁員約莫三成 涉及投資銀行 股票資本市場等部門 超過100人受影響 惠里基金亦傳出裁減香港地區12名高層 公司確認部分高層離任 不過就沒有透露實際人數 近來市道真是一般 投行都沒有肉食 並且傳出裁員的消息 香港恆生指數回歸到97年 回歸那個時間 那時候市的水平 即是萬多點 這個的確令各界都關注香港的金融及經濟 究竟何時才能有復甦的機會 另邊雙亦都說說這則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柴灣巴士撞斷樹 霸埋車窗 南乘客遭到玻璃介首 報導的內文是 一部118路線在客九巴 在今天10月15日早上9點多 沿柴灣道萬線往梢基灣方向行駛 駛至近高威角對開 巴士左車頂 撞到路邊一棵大樹 車窗應聲爆裂 玻璃碎戒倒一名南乘客的首報 南乘客通知車長 車長報警求助 救護員到場為聲樂的南乘客檢查雙世 他並無大礙拒絕送去醫院 駱先生說當時是坐樓上的 平日都坐開118 平日慢線很多死車停在 今天沒有車巴士就走慢線 就撞到樹 而聖嚴44歲的車長留在現場協查 聖樂南只和其他乘客轉成另一部巴士離開 大樹被撞斷部分職業跌到路邊 稍後等待有關部門線後清理 都可以說是無妄之災 平日這巴士未必會走慢線 還有慢線就有很多死車停在 今天走到慢線反而被棵樹撞爆了玻璃 還戒傷了乘客的手 不過那個傷勢並無大礙 那位乘客拒絕送丸 另一邊也說說這則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紅黑碼頭南紙失足墮海 及時獲救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通過今天10月15號凌晨1點多 一名男子在紅磡碼頭失足墮海 同行的朋友和其他途人大驚報警 並慌忙將岸上的水泡拋入海中救人 沒多久水警和消防港底 迅速將事主救起 幸好他仍然清醒 又救護車送丸自你 據了解事主約莫40多歲 報清前往附近 去廁所的時間意外墮海 警方正調查事件 幸好傷者沒甚麼 清醒送去醫院 但為何會因為去廁所而失足墮海 原因仍然有待調查 另一邊也說說這則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超市塌貨壓中女顧客 星島日報記者 實地直擊店裡的情況 通道積存貨物多 報道的難民是這樣的 元朗早前發生超市塌貨壓中女顧客事件 惹來網友的熱烈討論 有眼利的網友認出攝氏的超市位於元朗鳳長路 金馬大廈的24小時白街超市 星島日報記者 今早有關白街實地視察 發現那間超市門外 擺有幾版的貨物 包括飲品 食品 衫紙等等 超市門口有鐵斜台 可以直接將貨推入超市裏 現場所見 那間白街旁邊是小巴站 有非常大的空地 給貨物存放在路邊 左邊的門口比較闊 門前有斜台 可以給積車直接推貨入超市裏 凍櫃旁邊的走廊有2米闊 足夠積車經過 而積完整理貨架的時間 將膠箱紙皮箱放在走廊 若果多顧客推著購物車子經過的時間 難免會出現貨和車子欠路的情況 據9月21號閉路電視片段所見 發生嵌貨壓人的那個走廊 和星島日報 在元朗鳳長路八街裏拍到的走廊 如出一次 兩邊都是凍櫃 天花裝有閉路電視鏡頭 記者向超市女職員詢問有關 嵌貨壓人的事件 職員說不清楚事件 星島日報打算向經理查問 女職員說經理沒有上班 星島日報正向百佳查詢 相關片段繼續在網上廣傳當中 星島日報記者找到疑似涉事的超市 但暫時為止 百佳都未正面回應 我想了解一下當日嵌貨的事件過後 那位女顧客的傷勢是如何 還要有待進一步的資料披露 我是光仔 我們下節短篇繼續聊天